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JavaScript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18章浏览器检测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主要讲一下JavaScript的识别浏览器的问题 因为现在主流的浏览器呢 在兼容性上并没有完全达到一致 所以呢 我们通过JavaScript来识别某一个浏览器 然后对它不兼容的地方做相应的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浏览器检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这一章的序章我们先来读一下 由于每个浏览器都具有自己读到的扩展 对吧 每个开发商都会在自己的浏览器做一些更多的功能 并且去支持最强的公共功能 但是在实现上 每个浏览器都会有差异 对吧 bug会有一些 那么因此呢 客户端检测呢 是一种补救的措施 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开发策略 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所有的浏览器都能保持统一的效果 那么学习要点有两个 第一个呢 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 Navigator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其实就是Windows旗下的一个属性 对吧 那么它本身也是对象 那么Navigator对象呢 是Netscape Navigator 2.0 就是网警公司的浏览器2.0 引入的Navigator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和之前的Bomb对象一样呢 都有很多的属性和方法 当然它的属性和方法 不一定每一个浏览器 或者每一个浏览器的版本都能够支持 所以呢 在后面的五款主流的浏览器 IE浏览器 Fairfox 这个火狐浏览器 还有Safari 还有Chrome 就是谷歌和苹果浏览器 还有Opera浏览器 好 那么这几个浏览器是最主流的 然后它这边给了相应的版本 如果是一个减号的话 就是说完全不支持 虽然这边有这么多方法和属性 但是其实用到的也就那么几个 所以我们不去一个一个的往下看 我们直接看第一个 叫做浏览器及版本号 好 那么第一个呢 在这块Navigator点上 AppName 这边是浏览器名称 那么用到了 我们就回头来看一下 这边有AppName 是完整的浏览器名称 好 那么有了第一个呢 我们就先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 将上一节课的这个Dumb呢 我们复制一份 拉到这个第18章 右击打开 打开之后呢 把上一节课的全部删掉 把这节课 这边改一下 叫浏览器检测 好 这边呢 我们先这么来啊 首先 先来一下 Navigator对象 是到对象下的 所以呢 你直接可以这么这么打印啊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个window点上 Navigator 好 试试看 将所有的都加在进去 好 缩小一下 好 Object Navigator 对吧 Object Navigator 这里 好 Object Navigator 那目前这三块浏览器 都是支持的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打印一个这个东西 Navigator 点上 App Name 这是什么 这叫浏览器的名称啊 浏览器的名称 打印一下 它显示的是什么 显示的是 Netscape Netscape 那么这个显示的是 网警 对吧 网警公司的那个名称 那么这个谷歌浏览器呢 它也显示的Netscape 然后这一块呢 它显示的是 Microsoft R1浏览器 好 那么为什么这个火狐和谷歌都显示了这个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不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我这边呢 再提供了两款浏览器 好 这个地方呢 它本身就运行的18 对吧 好 它就显示了Opera 就是我这款浏览器 那么还有一款 就是 Safari 我们找一下 Safari 是苹果的这款浏览器 我这一块呢 就把它运行一下 好 点一下 它也显示的Netscape Netscape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好 这边会有不精确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AppName的完整浏览器名 它并不是这款产品的名称 并不是这款产品的名称 所以你真正取的时候 AppName是不精确的 这边要注意了 这个属性啊 不能精确的渠道 渠道 浏览渠道 浏览器 好 浏览器的名称 好 下面再来看 下面一个呢 是它的用户代理字符串 那么什么是用户代理字符串呢 就是将这款浏览器的 各方面信息给展示出来 好 将它的各方面信息展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打印出一下 navigator.useradjoint 好 试试看 打印一下 它展示了这么多东西 好 前面是它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应该叫做 叫做浏览器的名称 这叫通用浏览器名称 它不是这个浏览器产品的名称 这比较绕口 好 这个就我们就不管它 因为所有浏览器前面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大部分吧 好 这个里面的一个括号 是表示你所在的系统 对吧 windows net windows 然后这一块呢 是它的引擎 这个后面 等会会讲 是火狐浏览器 fairfox的 它的引擎 这边呢 才是火狐浏览器 fairfox的名称 后面呢 3.6.28 是这款浏览器的 这个 这个 嗯 版本号 来看一下 是不是它的版本号 版本号 对吧 那么 呃 最新版本 是在这里 是14.0 啊 14.0 我们就不打开了 因为差不多 那么 谷歌浏览器呢 它也会这么些 前面也是这个东西 啊 Muzeela 对吧 那它的引擎呢 是webkit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它的版本 是20个版本 那么这边还会有个safari 什么意思呢 啊 这就是谷歌浏览器和这个苹果浏览器safari的问题了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边呢 哎 感觉上跟谷歌差不多嘛 对吧 好 那么 那么opera这个浏览器呢 打印出的是这样子的 它的引擎是这个啊 它的引擎是这个 这是它的名称 这个是它的版本号 RAE浏览器呢 打开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边 这边没有体现出它的这个这个引擎 因为这个引擎要在8.0以上才体现 那么这边有一个ms 就是微软的RAE7.0 哎 这边就体现出来了啊 这边就体现 其他地方就没有体现 好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 后面来取得它相应的信息还是比较有用的啊 就是它的用户代理字符串 先了解一下 好 后面一个就是它的所在的系统 platform 试试看 这个叫用户代理字符串 用户代理字符串 表示 是浏览器 信息的东西啊 下面一个打印出它所在的系统 navigator 点上个platform 刷新一下 win32 windows 这边只是单纯的告诉你啊 只是单纯的告诉你 我是win32系统 没有告诉你是winxp win97 对吧 win98 win2000 winvista windows7 它没有说 它只是告诉你win32 你是windows平台 它只是告诉你的平台 应该这么说 所以打印出来都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什么平台呢 苹果的mse平台 对吧 还有就是linux平台 unix平台 linux和unix应该是一样的啊 好了 那么这四个 后面两个 后面会常用 因为在这个浏览器 秀探器的时候 用到这两个啊 用到这两个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浏览器 秀探器 浏览器的秀探器 那么什么是浏览器 秀探器呢 它其实就是一段JavaScript程序 有了它浏览器的检测 就变得简单了 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brother thecat.js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可以让你很快的了解 你的你当前浏览器的名称 版本和所宿主的操作系统 就是所在的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呢 是别人写好的 我已经放在这里了 我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好 已经别人写好的 写好之后呢 这边运行了一下 好 运行了一下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边的brother vision和那个version 和os os 这三个 这三个属性 可以得到相应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我首先要先把它加载进来 好 brother detect dect 好 有了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这个是所在系统 其实就是平台 应该做 它没有把操作系统的版本告诉你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打印出 这个 brother 点上一个 应该还少一个 这边应该大写吧 我们看这边怎么去调用 应该用这个 复制一下 点上一个 它的浏览器的名称 那它采用的就是这个名称 浏览器的名称 好 我们在火狐浏览器刷新一下 告诉你 Fairfox 火狐 看到了没有 谷歌浏览器呢 Chrome 谷歌 R1浏览器呢 R1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 opro浏览器呢 opro 看到了吧 好 这Safari浏览器呢 Safari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非常简单 我们做判断的时候 就很好做判断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它的版本号 好 浏览器的版本 那通过这个版本呢 我们第一版本的 我们用什么兼容 高版本的 我们就直接做 对吧 就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它所在的什么系统 点OS就可以了 好 所在的系统 刷新一下 3.6 对吧 Windows系统 OK 好 这个是Chrome 第20个版本 Windows系统 浏览器 I7 I7 Windows系统 Opera 第12个版本 Windows系统 Safari 5.1版本 Windows系统 对了吧 那么也是说 这个提供给你的 就非常好用 比如说我们经常做 I6的接融的时候 I6很多不支持 那我们就判断 如果 如果这个 点上 等于等于谁 那就把这个字符串 复制过来 这边 有一个 把这个 如果它是I6辆器 并且 它小于 我们看看 并且它的版本 怎么样 小于7 好 这边写上 需要做兼容 需要做 ID版本的兼容 好 试试看 那么在其他所有浏览器 打开 都不会打出这句话 对吧 这边也不会 都不会 都不会打印出这句话 那么 什么情况下 可以打印出这句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 这个 IETEST 在I6的情况下 我们来试试看 好 6 Windows 好 需要做 ID版本的兼容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检测到 你是I6辆器的 对吧 好 特殊处理 好 复制一下 粘贴 好了 继续看 下面一个呢 是检测插件 那么检测插件的这块呢 我们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了解一下啊 插件呢 是一类特殊的程序 它可以扩展浏览器的功能 通过下载完成啊 比如说在新音乐啊 视频动画啊 最常用的一种插件呢 就是Flash插件 那么它这个是 这个插件检测呢 是采用的 Navigator对象的一个 Plugins属性 就是插件属性 这是个数组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插件检测 插件检测 先打印出它 Navigator 点上个 Plugins 好 刷新一下 哎 它是个速度 对吧 但是有一点 这个 IE浏览器是不支持插件的 所以 谷歌浏览器也是 也有 但是 IE浏览器就是object的 对吧 没有 那么这边是支持的 Safari也是支持的 那么 它既然是个数组 那肯定有它的长度 哎 29 35 I软件是0 说明它没有插件 因为它不支持插件 好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负 我想把所有的插件都列出来 对吧 好 VRI 等于0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I 小于它 然后I++ I++ 然后呢 看一下它的几个属性 这个属性下面有几个 这个属性 一个name fail name 认词 description 好 这些插件名 插件的词盘文件名 宿主的个数 然后插件的详细描述 好 列一下就可以了 Document Document 点white 括号 这个 Navigator 点 Bluegins 中括号 I 点上个name 加 b 这边 这边我就写个插件名 好 浏览一下 插件名 是吧 插件名 这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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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这么多插件 那么I27 其实没有 所以运行不了 好 除了插件名呢 它还有 还有别的 比如说文件名 直接把它改成 这个就可以了 是吧 文件名是这个 是一个DLL文件 下面呢 我给它空一个 好 给它空一个 可以了 好 给它空一个 这样子就全部出来了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它的长度 还有就是它的描述信息 那描述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 描述 这边只要改成 DECIP TN Discretion 对吧 刷新一下 它的描述 是吧 这样子的话 就把所有的插件信息 给列出来 那么列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 我们要想一下 比如 比方说啊 我并不是想列出它来 我只是想检测 我这个流氧器 有没有这个插件 如果有这个插件 就用这个插件 干什么去 如果没有这个插件的话 那我就用这个向下兼容的替代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非IE浏览器呢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个flash的检测 对吧 好 那么检测 非IE浏览器的这个 非IE浏览器有flash插件是否存在 那么就通过下面的方法 我们试试看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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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IE浏览器插件是否存在 可以这么做 has 然后呢 就是 bloogin 然后这边怎么检测呢 首先你肯定要调用它 对吧 好 调用它的时候 bloogin 传一个值过去 比如说我传个flash 好它是通过名字来的 刚才打印出来的时候 应该有flash吧 flash 有的吧 插件名这边 有这个flash的 我们只要通过这个字符串 有这个字符串 那说明基本上就 基本上就有了 对吧 好 这个就是 非IE浏览器是这么检测的 你传个flash就可以了 传flash过去的时候 它也驱喷大小血 那么这边呢 首先第一步呢 先把它全部转化成小血 那么点上 to lover cast 好 那我们先把它打印出来 看看 刷新 小写的flash了 对吧 好 那么打印出来之后呢 下一步怎么办呢 把上面这句话再拿过来啊 去便利一下 去循环一下 循环一下怎么办呢 然后呢 去比较一下 如果这个name 也转换的小血 查到它 如果大于负一的话 这之前我们自不专处理讲过了 对吧 所以呢 判断一下 如果括号 navigator 点上一个 s 点上一个 这个中括号 i 点上个name 再点上index off 括号 把name放进去 如果大于负一的话 说明有了 返回一个chall 否则呢 返回first 好 否则返回first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flash插件 确定 fills 写错了吗 少写了一个什么 将它转换成这个小血啊 大小血要区分 lover case 不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刷新一下 chall chall 那么所有软件器 都有这个flash插件 对吧 都有这个flash插件 i那是fills 因为i那不存在插件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i如果我想检测 它有这个flash功能 那i它是怎么做的呢 i它没有用这个插件的形式 它用了一种形式呢 叫active x 叫做空间形式 所以i软件呢 是没有插件的 它提供了active空间 是嵌入对象或组件的方法 那么这个空间是在哪里找的呢 嗯 一般来说呢 是通过这个 工具有一个管理加载项 打开 因为这是i7 它不能 不能点进去看它的详细信息 对吧 应该可以看它详细信息 不请求的这个 那这边都是类型 active x空间 有这么多仪器用了 对吧 我们要找到flash的 我们找一下 这边是chall 对吧 这个是什么 嗯 空间 这个是flash 这个是flash 不能点进去 那么检测这个i软件器 有没有flash这个空间 还比较麻烦 它要获取到它的 唯一的id标示符 啊 那么现在看不到 就获取不到 我们要用其他就是专门的工具 去获取到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了解呢 好 叫做 has re的plugging 那怎么检测 re乱七是这么检测的 首先呢 这边要理解一下 之前可能没有用过 叫try catch模式 好 这个是一个错误处理模式 如果有其他语言的话 就很好理解了 什么意思啊 try叫做尝试的执行 catch 如果有异常 就在这里 那我们就不说异常吧 我们简单一点就说错误了 好 这里叫做尝试着 去执行一段代码 如果有误 就去执行 catch这个语句 对吧 好 尝试着 这个尝试写错了 尝试着执行一段代码 那怎么尝试呢 我要new出一个activexobject 里面呢 传个name 好 这个name呢 必须是 这里的name 必须是这个空间的唯一标识符id id 传过来 好 如果它实力化成功了 如果它实力化成功了 那么就不去执行它 这边返回 如果成功了 返回一个chall 这边要注意了 如果new成功了 没有产生错误 那么就不去执行catch catch 好 如果你错了的话 如果new失败了 那么就这边写下 如果 如果 失败了 就执行 catch 里面的语句 好 也就是说 你这边正常的 它是返回chall的 不正常是返回fills的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这么检测 我们就打印出 它最后返回什么 我们就has 啊 i plugging 不好 我就来一个flash 这样可以吗 好 这样其实是不可以的 其他的软件肯定是flash 对吧 fills 为什么那是fills呢 是因为其他的软件不支持空间 那么i软件是支持空间的 但是因为你没有传的是唯一标识符 你只是传了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是不行的 你必须传一个flash空间的唯一标识符 那他的标识符呢 是这个 好 传进去就可以了 好 是这个 很长 对吧 好 每一个空间都有它的唯一标识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刷新一下 诶 错了 说明它有 说明它有 那在这里呢 确定一下 说明它有 好 那么其他浏览器呢 又是fills了 好 那么下面 现在的问题 我要判断所有浏览器 就是跨浏览器 来判断这个flash是否存在 这边放上去 我下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跨浏览器 好 检测 flash是否存在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可以把这个键 检测非IE的 先拿出来 这是检测非IE的 我在把检测 IE的 我也拿出来 好 那么下面我们怎么做呢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 就是检测flash的 faction has flash 不好 怎么写 首先第一步呢 首先 先去检测 非IE的 浏览器 那我就这么写 叫VR result 写错了 等于 嗯 就是这句话 把这拿过来 直接写flash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直接传个flash就可以了 好 下面的问题 如果它返回的是真 说明已经有了 那么说明它不是什么 好 如果返回真 说明 检测到了 并且不是IE浏览器 对吧 好 否则呢 如果它没有检测到 好 这边就写一下 如果 没有检测到 说明什么 两种 说明两个问题 说明这个浏览器 没有flash插件 或者它可能是IE浏览器 好 那么没有的话 它本身肯定就会返回first了 这个也就无可厚非了 对吧 result 好 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 那么我们就去检测 IE浏览器有没有这个空间 所以呢 我们就result 等于 has IE浏览器 对的吧 好 然后呢 你还要把这个放过来 就是说你必须用它的唯一标识符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啊 我打印出这个 has flash 对吧 我就来看一下 是否所有浏览器都能兼容 确 对的吧 确 对的吧 IE浏览器 确 也对的 也就是所有浏览器都能检测到 确 确 确 对吧 那么这么多浏览器都检测到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跨浏览器通用了啊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讲一下 my类型 就是mime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呢 其实现在用的也并不是特别多 呃 并且它IE浏览器还不支持啊 不产生任何输出 所以呢 我们也就了解一下 呃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宿主 它会 打印出所有的这个文件的类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它第一个呢 是看一下navigator mytypes 了解一下 类型 mime类型啊 先加个注释 打印出 navigator.mime type 是吧 试试看 有的吧 它是个宿主 那么 那么 I软件是object 那没办法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长度 哎 发现这个 火狐浏览器有94个 对吧 谷歌浏览器有130个 这个opera有330个 这个呢 是有91个 I软件0个 是吧 那就没办法了 那我就把它全部输出吧 那么全部输出的话 我就不做了啊 我就不做了 我就直接的把它全部便利出来了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了解一下 啊 全部出来 这边还做了一个低 低野窑的格式啊 跟刚才的那个 把插件列出来一样的啊 这边要做个判断 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 它可能会有问题啊 因为有的时候是空 这边要注意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输出一下 类型名称 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的 全在这里 这个呢 是Flash的SWF类型 对吧 嗯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也有 I软件没有任何输出 好 谷歌 这个 这个苹果的这个浏览器啊 也有 第一个是类型名称 第二个是引用的 这个引用 类型引用 第三个呢 是它的描述 第四个呢 是它的后缀 据说它这个浏览器 可以支持这些类型啊 支持这些类型 好了 那么浏览器检测呢 第一部分呢 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下一部分呢 我们要讲一下客户端检测 那么讲客户端检测 其实就是为了 我们自己动手写一个什么呢 我们动手写一个浏览器的这个修探器 那么这个呢 我们放到后面啊 一到两节课去完成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么多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使用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的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的博客 Hi 百六点 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